在华夏文明的上古神话当中 有所谓三皇五帝的说法 三皇是伏羲女娲和神农 而五帝是皇帝专须酷姚顺 伏羲是女娲的哥哥 同时他们俩也是夫妻 在传说当中兄妹俩都是蛇身人手 最早的伏羲女娲图尾部交缠在一起 是一个螺旋交缠的图案 这个图案在很多神话当中也都有所出现 在古希腊神话当中有一个双蛇杖 古埃及的名神他的权杖也是双蛇杖 而这个双蛇交缠的图案 和双螺旋结构的DNA序列就非常的相像 在传说当中也是女娲和福西创造了人类 而这是不是意味着 古人有可能知道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呢 神农士长的是牛头人身 在苏美尔文明的记载当中 很久之前尼比鲁星球阿鲁纳七人来到地球 他们的首领叫阿鲁 而这个阿鲁的形象就是牛头人身 和神农士长得一样 而这个阿鲁有个女儿叫宁古尔萨戈 她是医疗之神和生育之神 你知道宁古尔萨戈长得什么样吗 她就是蛇神人手和女娲一样 在中国神话当中 三皇五帝是天神总共八位 苏美尔文明早期的统治者也是八位天神 所以很有可能在中国神话当中的神农 福西女娲 他们和苏美尔神话当中的阿鲁纳奇神族 是同样一群人 中东地区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 为什么会和黄河流域的华夏古文明 有这么吻合的神话系统 是巧合 还是真的当年有了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各个地区的神话都在描述同样一件事呢 请点击关注 收听下集解析 收听下集解析